广州串点呈现 极片成带 高质量打造美丽生态 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三美融合的新乡村示范带 对乡村能及提升 全域实现振兴 进行了新探索 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科技农业 文旅融合的黄浦区纳米水箱示范带 嗨 大家好 我是一棵生菜苗 工厂里温暖如春 没有虫害和农药 只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就变身成了一颗脆嫩可口的蔬菜了 静夏村的这间无土栽培植物工厂 藏着不少黑科技 通过数字化管理模式 为蔬菜提供四季如春的生长条件 实现了高效率的全年栽培 种出来的菜可以直接食用 吸引了很多企业 点对点收购 这个我们大朋友的话 因为是吃了很温的嘛 我们可以送不同自家的蔬菜 因为我们的设备大多数都是自动化的 我们的成果率 那个变育成果率可以达到90%的 现在有收购率比它们在地里种的可能达到它们的三倍 一边是产业云集的中心广州知识城 另一边是绿木成荫的成秧绿芯 城乡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纳米水箱新乡村示范带将四村串联 静夏村作为其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挖掘自身山水田园的资源禀赋 推进土地流转 进行集约利用 形成了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农民参与的共赢局面 既稳住了居民的菜篮子 也充实了村民的钱袋子 经过我们提供了近700个一个就业岗位 收入方面村民也是有个质的提升 从人均收入是近8000多元 提升到近2万多 也提供了社保相关的一个保障 在这片花田 游客可以搭乘红色幸福小火车 穿梭其中 体验返普归真的乡间生活 等到适合的季节 这里又会种上巴斯马蒂米 这是一种专攻糖尿病患者食用的低糖米 新乡村示范带不仅有稻米 还有纳米 镜下院士谷正吸引着大批来自各领域 顶尖人才科研团队 协力打造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中心 为黄浦乡村振兴注入高科技元素 纳米水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 在于我们高科技农业的发展 纳米人水的一个基地 带动人才到我们村里面来进行发展 也让那些有学历 有知识 有志向的年轻人 回到我们村里面来做一个发展 农村的一个重要的事业 感谢观看